近日,新疆军区某路航旅联合空军特战定抗等多军兵种展开跨昼野实弹射击演练 地面保障部队首次乘坐运20和运9 通过空运铁路和公路方式远程输送至1500公里外地域 视频画面显示,国产勇士越野车直接开进了运20机舱内 数十辆卡车直接开上火车,向同一目标进行千里机动 数架直升机依次升空,搭载实弹奔赴预定空域 转移途中,直升机遭敌电磁干扰 防空雷达搜索编队立刻下降高度,超低空快速突防 到达指令攻击区域后,直升机自主搜索目标 自主建立攻击航线,实施活力打击 随着开火命令的下达,直升机搭载的导弹精准击中目标 把标瞬间炸开,攻击结束后,双击编队脱离前出 掩护医疗救援直升机转移伤员 天黑之后,直升机再次挂载实弹起飞 夜间能见度较差 飞行员通过观瞄装置对目标进行搜索 精准摧毁地面目标 在此次演练中,运20承担的是远距离战略投送的任务 运20的出现和服役,成功解决了中国新型战略力量投送的问题 中国成为了第三个拥有战略力量运输能力的国家 运20运输机66吨的最大运力和长达8000公里的最大航程 可以让我军能够在短时间内运输大量的军事物资 甚至是军事武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